希望女生能够自己去收拾她的行李箱 你的前女友对你提过这个要求吗 她比较巧妙 她给我拉一个单子 说丁宏正 你把下面的这么这么这么几个 帮我放在箱子里 然后搭配衣服 她甚至发了 她当天给我的照片发给我 说你要那么那么几套 你给我收回来 没洗的你帮我给洗了 我去给她弄了一个箱子 她有发这个清单的时间 可能自己都弄完了 确实 因为其实也并没有非常长的时间 直辈辈 男的宾 你好 你的前女友是生活不能自理吗 就是我的行李箱 我肯定不会让别人碰的 你就别说你要给我收拾了 我可能就不 你别碰我 她是女生 可能会有一种行使下她的权利 可能是 撒娇是吗 有一点像这种感觉 会有像公主病吧 只有真的公主那个才叫病 其他都是作 比如说女生撒娇叫怎么撒娇呢 你拿一瓶水 你说我拧不开 你帮我拧一下 我拧不动 这个撒娇可以 一些女性用品 她要帮你弄 其实真的是不如自己弄得清楚 刘畅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是那种 就是平时我可能会把 这次我要走的时候的那些东西 弄进行李箱里 然后我让你帮我去归纳 这样的话你是能接受的吗 这个是到了我最擅长的领域了 我20寸的登机箱能够收纳出 比别人可能20寸 多一些的这个空间 你找了她就有 施展你才华的那个领域了 哎呀 好